HELLO 大家好,我是Chris HELLO 大家好,我是Yoyo 今天來到COSTCO 門真Lalapod旁邊的COSTCO是新開的 在昨天8月24日就新開的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裡面有沒有什麼 跟另一個COSTCO有什麼不同 昨天新開的時候 看新聞看到排隊一個顧客是早兩天來排隊 對,他很誇張,說很喜歡COSTCO 所以他特意早兩天來排隊 裡面聽聞好像是有限定的商品 我們稍後就進去看看有什麼不同 哇,這個鍋很便宜 6800日圓 基本的配件都有齊 還有陰蜜魚丸 哇,很便宜 對,很便宜 這裡一進門口就有一些比較便宜的商品 放了在這裡 有風扇 這邊有電視 還有電器 這裡還有一個名牌枕頭 5998 有M和S兩個尺寸 很便宜 很便宜 三百多元 這裡有很多電視 這裡65吋 它是比通常價格便宜了差不多10萬日圓 如果價錢真的這麼貴 外面原價這麼貴 那它也便宜了幾多 但是應該是要自己拿回去 可能 哇,超巨型的公仔 超大隻 每個人走過都拍照 一定要房子有這麼大才可以買 又是買了又是買了 這部東西很帥 很大部 14萬差不多 14萬 很漂亮,很帥 我覺得放在家 對,放在家 藍牙喇叭 可以播放CD 這裡還有Switch 是Mario賽車的套裝版 41,000多 哇,很多 穿雪櫃 洗衣機 這些應該是 酒櫃 這一行主要是買咖啡的產品 有很多不同的咖啡機 咖啡膠囊 這個好像不錯 有一間房間的燈很暗 我看到它可以動的 還可以調校不同的光度 還有一些暖色的燈 就9980元 它最棒是可以動 好像不錯 很好 我暫時沒看到有什麼限定的東西 昨天剛剛新開門 它就說有很多限定商品 然後我還看到有PS5買 但我暫時現在都還沒看到 還有場內都不算很多人 現在 竟然有APC買 這裡 它就說外面便宜3,000日圓 現在大約12,000日圓 對 有兩隻顏色 還有Long Cham 對,這裡還有Long Cham 竟然有Long Cham 這裡 很棒 這部很棒 這部是吸塵機 加抹地機 但這部是要95,800 很方便 一部已經完成了 上面還有一個螢幕 賣衣服這個區 沒有什麼人看 比較少的 這裡有North Face賣 這裡有衛衣 還有North Face Tea 長袖 4,000多日圓 有多少個 但很小 你買橙 外面找不到橙 很難找橙 因為我不吃金 很多個 1280多個 很多 十幾個 要先買牌 這行是賣酒的 日本酒 不太熟 不知道你們認不認識 便宜嗎? 5398 超大的公仔 有沒有人買的 家裡也要有分 差不多大才行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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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床啊 超想買啊 現在在家睡的那張是很小的 不太好睡 不過這裡應該要自己拿回去 很掛念香港的Silly啊 我們帶不到過來 200日圓的菜 很難得見到這麼便宜 平時200日圓也沒那麼大 有什麼試吃啊 Tiramisu啊 有Tiramisu啊 是啊,我拿來試吃,看看好不好吃 嘩,試吃也很大杯 剛才試吃的Tiramisu 2198,現在價錢500日圓 但是很大 也是 兩天就夠期 都是跟它無緣 大量的麵包 超多麵包 36個 只有一天時間要吃光 要整家人吃才能吃得到 這裡有 6-7個的 山營圓的肚子 這裡在賣1380 都便宜,便宜過超市 超市兩個都可能要500日圓 這區是最多人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是賣麵包啊 賣肉啊 還有很多試吃 可以讓你試清楚 覺得哪個好吃才買 麵包也有得試吃 麵橙也有得試吃啊 又有20個牛角包啊 950巴 可以吃兩天 今次我不敢買了 上次吃了好 三餐都吃牛角包啊 上次 這些大個的呢 就貴少少 還有少一點 12個 1200日圓 黑毛和牛 900多克 差不多4000日圓 應該都算便宜了 不過這裡太多肉了 我們兩個人吃不到 每100克 399 還有這個六二島的黑毛和牛 600多克 有4000多日圓 應該怎麼都比香港便宜了 這些美國肉就會便宜了 這些燒雞 Costco 比較多人買 都是800日圓都不用 都很多人買 這麼大隻熊 每個家都這麼大的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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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幾顆好像蛋一樣 但他說不是蛋 好可愛 好可愛 他說是布甸 布甸 他是這樣說 不是魚下來 這個要2500日圓 好可愛 Happy Bess 對 好像蛋一樣 但他說是布甸 好可愛 這隻刺子 看到很多人都有拿 但我們到現在都沒有買過 不知道是不是好用 是不是好用的 不知道 他說有兩層 我們之前那些全部是DONKI買的 對 因為日本很多刺子 都只有一層 很薄 我們DONKI找到 有兩層比較厚 我們現在都 買一個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這麼好用 對 是不是 我看人家拿很多狗 對 好嗎 這張很棒 這張 我們之前那張是香港拿過來的 很小 這張好像挺舒服 大張一點 還可以全開 可以全開 可以到我 我以為今天買給麵 都很好 是不是 幫他換那張新床 對 我們之後帶他到處去玩 我們最後買這個間條款給麵 都好 還有一款藍色 對 還有一款藍色的 但是間條好像漂亮 對 我們貼餅比較漂亮 有沒有很喜歡吃動物餅 有50包 有50包 超多 1348日圓 但我很喜歡吃煎菜 你記得嗎 很喜歡吃煎菜 哇 家庭裝的哈根大山 好便宜 $598而已 平時便利店買一杯小小杯 都300日圓 但不過很遠 我們拿到回來 都應該溶掉 有珍珠奶茶雪條 還有黑糖珍珠奶雪條 拿不到回去 還有雲吞 買在這裡 平時超市 好像不太閣眼有 然後這些 章魚燒 再燒熱 你這麼多蠔油 $998日圓一支 我們決定買一盞燈回去 哇 好重啊 好重啊 走啦 我們結帳了 走啦 我們走了很久 但我們沒有買東西吃 因為我們都要回家很遠 我們買了一些日用品多些 我們買了二萬 差不多二萬三千日圓 主要都是家裡的 這個很划算 原來它是208 兩個我只拿了一個 然後它說 它會幫我去選一個 拿多一個過來 我現在等它拿過來 好重啊 哇 終於走了 走了 走了很久 走了兩個多三個小時 差不多 其實裡面也有很多人 這次我們就很簡單地走 我們就沒有拍到肉 因為我們住那裡比較遠 我們連食物都沒有買到 我們其實想買一些雪藏東西 但因為這裡回去也要一整個小時 所以我們主要都是買一些日用品 你覺得這次這間 和我們上次的和泉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這間比較小 還有走進去 因為車子比較大 變成大家也要讓大家走 而且買得超多人 尤其是買麵包的地方 其實是要等人一起走 很多人在那裡 塞住了那個位置 而且那裡有得試吃 所以特別多人排隊 但是如果比起和泉那間Costco 這間是比較小的 我覺得 那間就好像感覺是比較闊落 停車場那裡 這裡就是要收費的 對 和泉那邊就不用錢 就不需要買滿多少錢 才有免費泊車 那這裡就是需要買滿 我忘記了2000或3000 才開始有免費泊車 如果不然就要好像200日圓半小時 比上去 昨天Costco開張 它是提前了三個小時開張 因為真的很多人排隊 所以最後結果 它是早上五點就已經開門 就很多人衝進去 裡面連PS5都可以賣 但我們今天走了一個圈 就不見有 對 什麼都不見有 它說的限定商品 應該是昨天開幕的時候才有 所以昨天就應該是比較多人 就是超多人 因為可能有限定商品 所以人們一窩蜂湧過去 對 今天這裡就沒有了限定商品 所以就可能沒有那麼多人 這間就叫做近市中心一點 可能比較方便一點 旁邊就還有一個Lalaport 連同一個三井Outlet 如果人們離開Costco的話 也可以走到Outlet才離開 這邊就比較方便 好了 今條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留言、讚、分享 以及訂閱這個頻道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